我都说了 黑底白字 这视频啊 仅代表我个人遇到的问题 切莫夸大 对我造成困扰 你说说你们 本来都凉了的视频 结果这两天 我陆续收到来自 祖国四面拔方的关注 以及各国海外华人的问候 直到昨天 我听到了这些话 买的好多 这个没准备 我也是买的好多这个玩意儿 我觉得这个玩意儿 他说他一百万都骂 这个那样的 我又买了 两个单 下买了四个 倒了两个 我认为这玩意儿 卖了也不亏 结果您这事情 杯一发完了 拉臂气了 这个是真的难受 邓老师 本来想大赚一笔的 没想到 本金没乱脑 还挣进去了 其实啊 邓老师 是这么想的 因为这玩意儿一千 一千四百块钱还是一千三百九十九啊 一千二百九十九我记得 啊 是买一笔一 就算了一六百五一个呗 我就下了四单 一共十八个 我合计了这玩意儿怎么在这涨了 涨了九百一个 我一单 断了二百五十万 就得了一个 结果前两天有人过 有人拆我这个的 九百块钱我买 我拆封那一个 也一起来找了 就是这两天一个 要了 就是我现在到手四了 然后他意思是 八个全要 结果您这视频一发 本来都不要了 真是难处理的 就这倒霉了 后悔了 我昨天就拿过去 这什么事没有 因为这东西 咋说呢 投资一万赚两千 而且还是二十天之内 也解决的 这个东西非常香 好多我们这儿 好多人都下了这么多单 这儿没有办法 大老师啊 你坑人不浅啊 真的是营销鬼才啊 把用户变成了自己的分销商 一起赚钱 带着用户分享给下一级用户 一起赚钱 太巧了 我这视频一发呀 真的就让这波用户为难了 如果按照第一波 买一送一那个价格算 这个灯 买灯还能赚钱 那真香啊 对吧 那真香啊 昨天至于那声明 我也转发了 精心策划 别有用心 误导公众 恶意重伤 我也是查了字典啊 才把这些字认全了 我觉得啊 应该可能大概率不是针对我吧 也有很多热心网友给我爆料发图啊 其中有个聊天记录啊 我看了真的觉得有点匪夷所思 你们能不能不要作假害我 这个记录据说是被瞬间撤回的 那我绝对不信啊 我绝对不信里面叫水箱的那个号是真的本尊 这么大企业的中高层 怎么能说出这么没水准的话呢 你看看宣传的时候啊 什么流体力学 姿态电条算法 什么鱼雷导弹技术民用化 这些对于从2001年就开始玩灯的我 这种小人物来说 都跟天书一样的存在啊 这个才是真神嘛 Oh my God 这多有水准 营销逻辑宣传文案鬼才聚将 聚将聚将 看到我视频下方啊 动态下方 各种黑的白的红的绿的粉的青的蓝的紫的评论啊 踢交的爆料的吐槽的立顶的看热闹的 当然啊 你也有洗地的 人间百态真的是有意思 所有评论啊 各别我回复了 后来啊 由于太多啊 加上情况复杂 不管好坏吧 我都尽量点赞啊 咱就不一一回复了 证明了 所有我都看到了 我都知道了 就给大家点上赞啊 没有任何 没有任何同意或者不同意的意思啊 就是给你们点个赞 感谢您的支持 黑粉白粉 绿粉蓝纹 咱们都是粉 有互动就是 好动知 公开澳门 公开澳门 公开呈情一个问题 永诺并不知道我做这个视频啊 请各位不要乱带节奏 我跟很多厂商都有过合作 包括智云在内 我喷永诺的视频可能你们都没看过啊 可以去考个股 从2011年开始玩灯 我接触的多了 我这人呢 对于灯光可能有点天智 这次也是随手拿了跟永诺做对比 你们不用拿这事操作 下次我多拿几个品牌就是 灯我这有个事 你说我拿个方便 你说方便跟我合作 对吧 别整那个 我说亮度 你说类型 我说转类 你说技术 我说你成绩不好 你非说我恶意中伤 作为用户 作为消费者 我有说话的权利 作为品牌方 第一时间不了解问题 直接整法务函 从处理问题的态度的手段 从这点上 你跟雷克沙比 真的颤阳了 视频我不会删 作为消费者 如果中差评就是律师函的话 那么某宝的天早就该变了 我会再做一期严谨的视频 我会尽量把我漏说的 忘说的 不好意思说的点 都给你补上 都尽量严谨的补上 尽量不让各位 是吧 约分享所以请讲 我是老大 我跟师傅 你比赛 啊 No one wants to be